因应少年事件处理法修法 采行政辅导先行制度 从今年7月1号起 由少年辅导委员会 负起曝显少年辅导的责任 而花联县少府会兼主任委员的县长徐真伟 副县长还有警察局长吕世明等人 在警察局警情科技大楼 召开行政辅导先行 清智后的第一次委员会议 并举行接牌仪式 为花联县少年辅导委员会 开启新的里程碑 花联县警察局为配合行政辅导先行新制 避免少年过早接触司法单位遭受标签化 影响自我健康成长 自110年起积极争取社会安全网经费 凭用少年辅导委员会相关人力 今年5月8日 少府会完成人员编制配置 共计一都岛三社工一干事 今年7月1日起 由少府会负起不显少年辅导责任 花联县少府会兼主任委员县长徐真伟 副县长及警察局长吕世明等人 日前在警察局进行科技大楼 召开行政辅导先行新制第一次委员会议 在这里真伟 要谢谢我们无论是内地或外地的我们专家学者 在各个领域都有非常专长的委员 能够加入少府会 成为我们专界的自主团队 也协助让我们稳定花联整个新少民 还有整个国家的共同 所以再次感谢大家 未来的少民会 我想责任非常非常重大 但是分工合作 合作分工 在各个位置设政警政 还有所有的教育 整个大家一起共同协力 除了公务门 还有地方法院 以及我们的这个 民间的公立组织社团 我想大家都乐于携手合作 让花联更加的幸福 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很好 警察局长吕世明表示 随社会变迁 应以柔性辅导方式 代替威权士教化偏差少年 减少发生处罚进入司法的几率 先转接至少府会 辅导金评估有效时 即可办理结案 避免不显少年过早进入司法体系 会中除颁发委员聘书 并举行接牌仪式 让全新少年辅导委员会 迈向另一个里程碑 记得讲邦远黄联士报导